你好,欢迎你一起陪伴听本书 今天要解读的书是《李鸿章传》 这本书的简单说文版有144页 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给你讲解这本书的精髓 一个怎么做都是错的大环境当中 李鸿章是如何赢得认可和尊重的 这本书写成在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之后的两个月 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清末名初 梁启超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 写这本书的时候 只有29岁 尽管他比李鸿章要小将近50岁 但是依然是同时代的人 同时代的精英 是如何看待不满争议的李鸿章的 从这本书中或许可见端倪 很多人对李鸿章都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而即便就是当年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的时候 李鸿章也是背负着数不清的骂名的 以至于梁启超开篇的第一段话 就要做个澄清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说的天底下 只有平庸的人既不会挨骂 也不会得到赞誉 欲满天下的人 未必不是个伪君子 而傍满天下的人 也未必就不是伪人 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才有资格看我这本 李鸿章传 意思就是大家冷静 先别着急骂 李鸿章作为一个晚清重臣 如果是死在甲午战争之前 那他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忠心名臣的典范 故事是要跟他前辈恩氏曾国藩 一起摆在胜利学的书架上的 而怎么就在生命最后的六七年 犯下这么不可饶恕的罪过 背负了千古骂名呢 从梁启超的视角启程 看看当时的社会精英 是如何看待李鸿章 如何看待他行为 决断背地的原因和动机 或许能够帮忙我进一步地读懂 晚清四十年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这本书中解答了关于李鸿章的三个问题 第一 李鸿章是如何成为满清朝廷和西方国家 都深深依赖且不可替代的人 第二 既然李鸿章如此有能力 为什么又搞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第三 既然李鸿章丧权辱国 为何还能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重 下面 就来为你一一介绍 第一部分 第一个问题 李鸿章是如何成为满清朝廷和西方国家 都深深依赖 而且不可替代的人 李鸿章给我现代人的第一印象 是这是一个晚清的权臣 而且还是那种 手握军权 可以一手遮天 翻云覆雨的那种权臣 不然 为什么大清朝扮洋务 搞外交 都是一手独霸呢 当时的西方人评价甲午战争时 就有一句话 说这甲午战争是以李鸿章一人敌日本一国 虽然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说 人家日本军民上下一心 以一个有组织 有动员的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去战斗 而中国却无法协调国家力量 只是李鸿章靠他个人威望 和私家班底 去跟日本一个国家去对抗 这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但与此同时 这句话好像也是说 李鸿章能够摆平朝廷 调动军力和财力 去对外发起一场战争 有这种能力的大臣 只有当年的曹操 和前朝的张居正这些人 可见 李鸿章当时是多么的权倾朝野 起初说 李鸿章是不是一个权臣呢 却是但是和曹操 张居正那种独揽大权 控制皇帝 能够动摇山河的权臣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就要从他如何发迹开始说起 李鸿章早年便中了禁士 入了汉陵院 太平天国时期追随曾国藩 此期间 逐渐培养起自己的班底 因为李鸿章是安徽人 所以 这支力量叫做淮军 淮军在当时 主要是肃清江苏南部地区的太平军 为乡军最后能攻克南京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所以 李鸿章虽然是一个读书人 但却是依靠军功企的家 而且为了对抗太平军 当年上海低士生们 还组织起一支使用欧美装备 邀请欧美人指挥和训练的雇佣军 后来这支力量 也归属李鸿章指挥 而他与这支雇佣军的指挥官戈登 也保持了一生的私人友谊 这些经历可以说是李鸿章对西方军事 科技文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之后能够提倡洋务运动 以及在外交场所有大量的浮现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段经历的影响 后来李鸿章又奉朝廷之命 平定活跃在山东 河南一带的碾军 碾军作为农民起义军 打的游击战 处流窜 官军即便能在战场上打赢战斗 也无法遏制他流动和壮大 其实 最初这个任务 是交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制定的战略 是把敌人围堵限制在一小块地方上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 一举消灭 但曾国藩有意培养李鸿章 一直向朝廷举荐李鸿章 而自己却退居幕后 做两江总督为李鸿章提供粮草物资 而李鸿章也秉承了曾国藩的这一战争方略 仅用一年时间 就平定了北方横行十多年的碾军 而李鸿章 第一次处置惩罚外交事务的经历 也非常值得一说 1870年 突然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 杀死了外国传教士 焚烧了法国领事馆 这件事情 原本也是交给曾国藩来处理 曾国藩处决了闹事的百姓 但法国人仍然满意 一定要求巨额的赔款 于是 朝廷又派李鸿章去处理这个事 没想到 李鸿章刚刚到任 普法战争就爆发了 法国人和德国人 在欧洲打起来了 于是 法国人仓皇之间 就接受了原先的处置惩罚方案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但当时的中国人 不知道普法战争 大家都以为 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再起作用 解决了曾国藩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从此之后 李鸿章能打仗 懂洋物 又善于外交的名声 就正式树立了 以后 李鸿章又历任了北洋大臣 总理衙门大臣 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和梁广总督 这些位置看似个个都是位籍人臣 但是 熟悉清朝官制的朋友 心里都清楚 清朝 那可是中央集权的巅峰 权力是牢牢掌握在皇家手里的政府的财权军权 也是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的 而这些军机大臣 不止不是李鸿章的人 而且很多还跟李鸿章有政治分歧 很看不上他而李鸿章所历任的这些官位 更多是扮演了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就很像我现在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清朝的皇室作为公司的大股东 可以听取你建议 也支持你行动 但是 公司核心的决策权力 你别想染指的股东大会议投票 说 把你换了 随时就把你换了 所以 在清朝皇室的眼中 李鸿章是一个能臣 或者说就是一个棋子 一个好用的工具而已 李鸿章会练兵会打仗 那你就去跟日本人打 从当时李鸿章的一连串反应来看 一方面在找外国人来调停 另一方面采取比例守旧的防守打法 可以说 心里边是不希望发生军事矛盾的 当然这也是很多人批评他一物战机的理由 但不管怎样 皇帝和社会舆论说 让你打 李鸿章就不得不去打这场仗 而他晚年的时候 慈禧太后又派他去治理黄河 这时候李鸿章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头了 距离去世 只有三年的时间了 也不得不亲自带着外国工程师去勘探黄河 最后拿出了完善的治理方案 承交给朝廷 1901年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朝廷又派李鸿章去跟洋人谈判 签了辛丑条约 其实这时候李鸿章是梁广总督 广州呀 八国联军进北京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朝廷把这个事交给你就得去办 签完辛丑条约 之后几个月 李鸿章就去世了 所以李鸿章这个所谓的权臣 做的也确实有些可怜 但是不得不说 无论这些事 李鸿章 他主观上是不是出于情愿 但作为一个执行者 始终是愿意去付出巨大精力和重视程度 一丝不苟的努力 去把事情办得尽可能的好 甚至不会去在乎自己的名声 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特点 以至于李鸿章死了之后 朝廷给他嗜好 是文忠公忠诚的忠啊 皇室眼忠 这的确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啊 说到这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李鸿章是不可替代的对内伴洋物 是对外搞外交 也是因为他战争 外交方面都经过了考验 而且富有经验 而他对当下的时局和西方文明 又都有相对深刻的理解 对外国人来讲 这是一个在当时中国难得的可以交流的人 而更重要的一个在忠于皇权 又踏实肯干 而且愿意担当恶民的人 这样的人用得顺手了 怎么舍得去换别人呢 第二部分 好 来说第二个问题 既然李鸿章如此有能力 为什么又搞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之所以说 李鸿章丧权辱国 就是因为晚清历史上 对我国家伤害最大的两个卖国条约 一个是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 一个是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 都是签的字 马关条约 赔了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割让了台湾 从此之后 中日两国的实力 就开始此消彼长 往后日本又怎么欺负中国 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李鸿章晚年也常常说 被全国人民扯后腿 有志向却不能实现却 刚刚我也提到 李鸿章在当时的环境中 确实不是一个可以大刀阔斧 去实现自己计划的权臣 除了守旧 皇权体制的制约之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始终有很多反对他人存在 今天回头看 当时的中国向西方学习 感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 但是当时 办洋务 造铁路 派留学生 跟外国人做生意 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事情 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获得了最高权力层的支持 但朝廷中反对的声音 向来就没有停止过 可以想象 很多所谓的 以正色力朝的大臣 会说 洋人这么欺负我 就应该驱逐所有的洋人 李鸿章却跟他打得火热 想干什么 甲午战争之前 李鸿章反对开战 这李鸿章 是不是想拥兵自重啊 所以 这样的舆论监督之下 李鸿章做人做事 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的 有时为了一件小事 还不得不言辞恳切地 反复上书给皇帝 反复地讲 现在数千年之所未见之大变局 必须要穷则变 变则通 另外 清朝末年 中央的权威相对衰弱 地方势力保存实力的情况很普遍 这也同样扯了李中堂的后腿 或许从战争的角度来看 也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那种无力感 甲午战争在海上和陆地上都发生了战斗 而且 中国是有主场地利的 如果各个地方 各个部队密切配合的话 不能说是没有优势的 但战斗期间 除了李鸿章的怀军外 还有湘军 回军 广东军 广西军 蒙古兵等部队都参加了战斗 但这些部队 有时归李鸿章指挥 有时归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挥 有时又归提督宋庆指挥 一场战争同时有六个统帅 权限也都同样打 各自又有各自的利益和目的 所以基本谈不上协同作战 非常可期又可笑的北洋舰队 在刘工岛海军基地投降的时候 有一艘广东水师的战舰 也被日本人掳走 广东水师还写信给日本人交涉 说这艘船是属于广东的 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 能不能还给我啊 这个事后来也被日本人传为笑柄 但从这个事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情况下 李鸿章要把持朝政 一手遮天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 保守的儒家道德观念 和满汉有别的特殊历史环境 都使得李鸿章 很难变成一个具有实际权力的权臣 那好 就算说李鸿章只是一个执行者 晚清期间中国所遭受的 种种挫败 不能只赖在一个人身上 但是作为一个指挥官打了失败 作为一个外交官 多次的外交失误 导致中国进一步丧失主权 难道这不丧权辱国吗 却是这样 梁启超也在书中 列出了李鸿章误国的十二件理由 主要是说 他一物战机 用人不查 管理不善 但同时 话锋一转 也表达了些许无奈 原文大概是这个意思 问李鸿章 是不是中国第一等人才 不好说 但现在那些跨越50岁 三四平以上的官员 没有一个可以忘记相辈的说 李鸿章的死 会不会影响中国 也不好说 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 就像老虎失去了昌 麻烦会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 当时的种种决策 或许已经是这个老头 能做出来的最大的努力了 就拿中日马关条约来讲 李鸿章 在日本谈判期间发生了一起意外 有一个刺客 用枪袭击了子弹 穿过了左边的拳骨 子弹留在左眼下方 差点就打瞎了 但李鸿章拒绝取出子弹 就这么满联血的 去跟日本人谈判 最终日本人真的之前 争议不下的一些条款上 做出了让步 在例如 1882年发生的中法战争 李鸿章就用一手拉 一手打外交政策 挑唆英国和德国来制约法国 最后也是签了一个不算太丢人的合约 这种外交方略 也用在后来的三国干涉还聊事件上 因为遵照 马关条约 内容 除了台湾之外 满洲的南部 也是要割让给日本的领土 但是通过外交手段的挑唆和博弈 德国 法国和俄国的干涉之下 南部满洲又归还给了大清 列强们也不愿意看到 日本在东北获得过多的利益 但列强的这种所谓的异举 绝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也为后来俄国并吞东北铁路 法国侵蚀云南 德国强占交州埋下了隐患 而国家之间的外交实质 就是利益的交换和互相的制约博弈 但对于一个弱国来说 不付出任何的利益作为报酬 指望一个老头在谈判桌上 就能维护住国家权利 也是不现实的 这也难怪 两起抄要在书中说 敬李鸿章之财 悲李鸿章之欲 书读到这 往往会感觉到特别的悲凉 难道中国的历史 就只能是这样的吗 造成这样的结果 真的没有人要对此负责吗 隔壁的日本 为什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 就能复国强兵 而我就得被这么欺负 难道不是因为当权者 英寻守旧 愚昧落后所导致的吗 落实到李鸿章个人身上 难道不能做得更好吗 说到这里 梁启超也是给出了答案 这其实也是整本书的一个核心观念 说 李鸿章身居国家要职 改革的先锋 但是只知道 学习枪炮 机器这些概况的东西 不知道学习制度和文明 只知有朝廷 不知有国民 对于西方的强盛 根本没有真正的认知 李鸿章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 安与富裕 尊贵的生活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 又缺乏热忱的人 如果在十九世纪之前 这样的人 或许是国家的英雄 但是十九世纪 需要你担当更多 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实事造英雄 而英雄也能造实事 而李鸿章 仅仅是实事所造的英雄 因为缺乏见识和魄力 无法成为 能够缔造实事 能够造就新时代的英雄 或许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 李鸿章无法洞察西方体制的好处 或许他也能看得到这些 但并没有选择去努力 改变中国的体制 后人无法去猜测 但在一个逐渐衰落的大组织当中 选择尊重保守 各个环节上逐步进行改良 安享现在富裕 尊贵的生活 还是选择打破保守 带着组织去走一条 被他人实践过 但自己从未走过的道路 这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但毫无疑问 李鸿章选择了前者 作为一个务实的执行者 去做看得见 摸得着 而且显然会有成效的改良 第三部分 好 来说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李鸿章丧权辱国 为何还能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重 甲午战争结束一年之后的1896年 李鸿章作为中国皇帝的特使 远赴俄国去加入 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并且顺道去访问了 欧美各大列强国家 但令人不解的 李鸿章的这次环球访问 受到却是皇帝级别的待遇 所到之处 无疑不是各国的总统 皇帝 女王亲自接待 工商界人士也纷纷邀请李鸿章 去参观他港口 工厂和新式武器 如果非要说 各国正要款待李鸿章 是为了给他下套 为日后瓜分中国提供方便 非要说工商界人士拉拢李鸿章 是为了让他购买更多的军舰和大炮 那么 欧美底层民众 对李鸿章的追捧和欢迎 又如何解释呢 据说 李鸿章到达美国的时候 不只是美国总统夫妇 停止了海边的度假 亲自回来接见 而且在纽约时报 称之为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中 竟然有50万纽约市民走上街头 就为亲眼看一下身穿 黄马挂的李鸿章 那段日子里 李鸿章说的话 吃的食物 穿的衣服 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 甚至有人还会拿李鸿章进去做营销 有一家名为 纽约日报 报纸就贴出了这样的广告话 说李鸿章绝对不会错过 星期天的纽约日报 而在美国 至今还有以李鸿章命名的中国菜 那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我知道 就在一年之前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西方人看来 过去的三四十年 东方的中国和日本 都在向西方学习 而且都搞得有模有样 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 但是甲午战争一打 西方人就看清楚了 原来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 斗败了攻击 看来 亚洲的老大是人家日本 而李鸿章 无论说战败的责任 是不是 但赔款割地的条约 总归是签的吧 名字 始终是和丧权师弟的羞辱 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一个 来自东方若国的败军之将 为什么又会受到这样的礼遇呢 这本书的结尾 两起超原文 引用了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的 对李鸿章的一篇评论 文中写道 即使是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 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对亏弱的 但他可以凭借机制纵横天下 能够心平气和 自在地解决各种困难和纠纷 找遍全世界 都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而他打点洋物 是否有功效 也先不说 然而 究竟是谁引导清朝 进步到今天的水平的 因此不能不说 李鸿章 可见 或许正是李鸿章的务实和实干 局限的环境中 自在地解决困难的这种品质 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 不可替代的中国角色 也正是不爱惜名声 不逃避责任的个性 使得他满清朝廷 当代精英 西方国家 甚至是敌对的日本 都能获得认可和谅解 说到这里 这本 李鸿章传 就跟你讲得差不多了 来总结一下 起初 为什么 李鸿章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他战争 外交上都经过了考验 而且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他对时局和西方文明 有深入的理解 对外国人来讲 也是一个难得的 可以交流的人 而更重要的一个忠于皇权 他是肯干 而且愿意担当恶民的人 第二 为什么 李鸿章这么厉害 却又搞得丧权辱国 割地赔款 除了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之外 梁启超认为 缺乏眼界和见识 使得李鸿章 仅仅是一个 时事所造的英雄 无法成为能够缔造 时事的英雄 第三 为什么李鸿章 还能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重 因为他不惜名声 不必责任 能在局限的环境中 自在地解决困难 这种积极的态度 和坚强的品质 是值得尊敬的